大家好 我是德国知事 我现在正在摩尔多瓦的首都基什拿乌 摩尔多瓦是一个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1991年成立 之后一直实行的西方的这种民主制度 也就能通过自由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 那么20多年之后 这国家到底怎么样呢 我这次就是来探访的 这次呢我是从乌克兰的奥德萨成大巴 来到了他们的首都 180公里的路程大概花了差不多5个小时 因为我们走的是弯路 本来直线是180 弯路呢可能是200多 来到这里之后 我跟他们当地不少人交谈过 他们一致认为他们的政治 在这里非常的腐败 经济不好 人民收入低 所以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到国外去打工 所以我在另外一个视频也说了 就是他们的这里啊 外汇多万地方就三步一缸 五步一哨的非常多 就说明他们很多人会会款回来 支持他们的家庭 大学生他们毕业之后 很多都想到国外去工作 去欧洲啊去美国 他们都这样想 还有一个想去日本 我就问他为什么去日本 他说他从小就觉得很喜欢日本 日本的那个文化 还有日本的科技也很发达 所以去日本是他的梦想 这就是他们大概的想法 那么今天我在这块特别的土地上 就是原来是社会主义国家 现在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 也正在现在实行原来是所谓的独裁 那么现在实行的所谓的民主制度 我在这里今天讲的话题就是关于独裁和民主 今天我就想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谈谈这个话题 那么什么是民主呢 我相信我们人的理解是这样 就是通过自由的选举产生他们的国家领导人 然后三权分立 再加上媒体中立 媒体起建独的作用 那么这种就是所谓的民主 什么是独裁呢 独裁也是一种政治制度 就是有一个人他拥有无限的权威 由他一个人来统治整个国家 不受法律 不受传统的约素 他可以任意统治 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来统治这个国家 也就整个国家是他的 由他说了算数 他有子女的话 还可以把他的权威传到给他的子女去 就是事实的制度 那么这种制度就是所谓的独裁 说完了民主的独裁的定义 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是不是一个西方所说的独裁国家呢 我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裁国家 因为他是由一个政党来统治 而不是由一个人 然后这个政党推选一个领导人 他也不能够是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是由集体领导 所以我觉得中国目前的制度呢 是精英政治更合适一些 我今天坐在这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原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社会主义的地方 但现在又变成了西方这种制度的西方民主国家 所以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想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目前比较成功的民主国家 其实大部分都是那些老牌的殖民国家 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或是有它衍生出来的新的国家 比如说美国 而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 其实都是赶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然后呢又加上几百年 或者上百年的殖民统治 从殖民地搜刮了大量的金融财宝 大量的资源 然后呢发迹的 这些国家呢 后来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然后民众的政治觉悟 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所以是不得不实行 现在所谓的民主制度 另一方面 他也是为了通过这个制度呢 来洗白他们当年 在殖民地犯下的各种抛肩的罪行 各种种的杀戮 很讽刺的是啊 今天他们对其他国家指手画桥 说你这个国家独裁 那个国家没有民主 其他国家没有人权 他们从来不反思自己 几百年前或是几十年前 对殖民国家犯下了多少滔天的杀 杀戮 多少滔天的罪行 难道他们忘记了 他们当年的不民主 没有人权了吗 所以下回有一个美国的白人 在美国呢 向你说 滚回中国去 那么我劝你可以对美国白人这样说 你滚回你的老欧洲去 美洲是印第安人的美洲 而不是你美国白人的 这点千真万确 是你美国白人殖民统治者 来到美洲之后 把印第安人全部 可以说是全部攒尽杀绝 难道印第安人就不配有人权吗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民主这个话题 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 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有资格证 对吧 比如说护士要护士证 教师有教师资格证 律师有律师职业证 医生有医生的资格证 所有的这些都要有证明 即使你驾驶汽车要有驾驶证 对吧 可是有一种职业在西方 他是不需要任何的资格证的 是什么呢 唯独是目前这西方制度 一个国家的元首 不需要任何的资格证 只要选民同意 把它选上来 那就可以让他来管理整个国家 没有资格证 可是能够管理国家 比如说我这次来到的乌克兰 就是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新总统 原来是一个喜剧人员 就是原来电影的情节 现在变成了现实版的乌克兰 他是一个政治素人 没有任何政治经验 现在管理整个国家 我观察到目前西方有这种趋势 就是这十几二十年来 对西方这种民主体制 执意的声音越来越大 一个是因为他们本身矛盾 一个是因为他们内部 本身问题非常多 另外一个是因为 确实是因为中国的崛起 因为中国目前来说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所谓的独裁制度 其实我认为是一种精英统治 我觉得更确切一些 中国的崛起 让他们也对自己的政治制度产生了疑问 到底是不是 他们认为原来认为那么完美的制度 现在是不是已经出了问题呢 那是不是原来专制制度 是一种更有效的制度呢 他们也在问自己 是不是像目前中国这种所谓的独裁制度 对整个国家管理更加有效呢 我在中国和德国已经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 都生活一样长的时间 所以我一直在问自己到底哪一种制度是更好的 据我多年在德国的观察 我觉得民主制度呢有八个缺陷 设计的缺陷 哪八个呢 我跟大家说一说 第一个呢就短视 由于民主周期它是比较短的 一般是四到五年 所以选举人他想到的肯定只是这四到五年之内 他能不能选上 然后呢就想到这四到五年 他的政策而已 所以民主国家很难解决中长期的国家的问题 而且往往陷入了短期这政策的漩涡 不能自拔 第二自我改革困难重重 这又与第一点有很大关系 因为他只是四年制 所以很多东西他不敢动那个奶酪 因为我们选民一般来说都是短视的吧 然后呢想到眼前利益 所以如果是中长期的话 你想改革一些东西 然后呢中长期才能看到效果 选民是不买单的 选民动了选民的蛋糕 你下回就选不上了 所以第二点也实行不了 就所谓的自己切自己的肉是不可能的 改革不可能 第三点是富人政治 就西方国家所说的精英政治 其实是富人 大家都知道选举要很花钱 很烧钱 所以如果你一个穷人 即使你有再好的政治理念 但是你没有钱去做选举 人家不知道你 那么你就选不上 民主制度很容易被富人俘获 他上了之后呢 很容易制定一些利于他的政治制度 比如说很多NGO呀 有很多的那个什么基金啊 都是其实都是富人合发起钱 因为他把钱投进这个NGO之后 他的钱是免税的 同时他也通过这个NGO 还通过这个基金呢 还可以施加影响 对其他的国家 或者是对本国的政治施加影响 以至于他的富人还可以变得更富 还可以通过这些NGO 还有这些所谓的那个基金 对其他国家搞颜色革命 进一步控制这个国家一举多得 第四分裂和冲突 大家可能不明白 这个分裂冲突 怎么在一个民主国家会实现呢 其实非常明显 通过选举的操控 可以把一个国家真的分裂 比如说英国的那个脱欧 脱欧派和刘欧派 是可以说势军离敌 他们是打成一遍 现在比如说乌克兰 原来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国家 但是民主之后呢 比如说东欧 东部的乌克兰和西部 东部跟俄罗斯发生战争 然后呢 东部的人跟西部人打起来 大家好 我是乌克兰基辅国立大学的一名学生 我叫Masha 我学习中文的已经四年了 总会有人问我 为什么学习中文 是不是以后想去中国工作 就想去哪个城市 我小的时候 经常跟大人们看中国的动作片 巨物英雄 黄飞鸿 警察故事 从那时起 我就想学好这种美丽的语言 于是我非常努力学习 在报考中文系高考时 考取了第十五名的成绩 进入了基辅国立大学中文系学习 我想 学好了中文以后 就可以去中国工作和生活 就可以和柠檬里一样 吃到中国的小吃 看到中国的电视剧 交很多中国的朋友们 甚至男朋友 每次有人问我 最想去哪个城市 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 北京和中国香港 从今年六月 我大学毕业 就开始准备我的香港行 我每天都在看香港机票 酒店 太阳世界 和地市你们票 我想用我能承担得起的花销 去看看我梦想的城市 可能你们想想不到 你们出生和生活的地方 就是我梦想的地方 我前天和昨天看了 关于香港的新闻 现在香港的机场 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 而且 在香港这样的文明大都市里 竟然发生了暴力行为 当我第一时间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哭了 因为我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也是因为我想起了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是乌克兰 在乌克兰东部 叫杜涅茨克 五年前 我的家乡开始 工人们不去工作了 学生们也不去学习了 然后开始自己人打自己人了 原来 我的家乡的经济条件挺好的 治安也很不错 很多人去旅游和投资 但现在我家乡那边的公司 工厂 医院和学校 都已经不能正常运转了 我家乡现在的人口 大概是以前的十分之一 我家乡 有可能也更少了 现在没有人 愿意再回去我的家乡 甚至我自己都不想回去了 在那里没有警察 没有人会在乎你安不安全 没有公司和工厂 找不到工作 学校也已经不工作了 没有学习的地方 难道 你们也像自己的家乡和我的家乡是一样吗 我不知道香港为什么会变成和现在一样 但是我知道学生们应该在学校里好好学习 工作的人 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好工作 这才是对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如果你真的爱香港 你应该多学习 用学习的知识来见识香港 应该好好工作 让你的成长 变成香港的成长 而不是走在街头 破坏这个你们一起建立起的家 我爱乌克兰 我爱中国 我爱中国香港 希望你们比我更爱你们的家乡 我们华人社会更好的例子是台湾 这蓝绿的恶斗 大家都知道 恶斗不停已经20年了 国家裹足不前 然后一直是22k 现在才变成23k 没有发展了 都撕裂了 你打我我打 你还有什么 重心来发展经济呢 这民主啊 撕裂社会 它是通过一些下三量的手段 抹黑对方 然后自己上位 尽可能挖一些负面的消息 一些隐私 我觉得这样非常的不可取 第五 缺少公共问责机制 市场在国德国是这样的 他们政治人物上台之后 做得不好 那么下次选不上 拍屁股走人了 现在北京的新机场 9月底就要投资应赢了 而柏林的新机场 可能是建了十几年了 一直没有完工 变成了国耻项目 成本一直增加 没有一个人为此负任何法律责任 都是拍拍屁股走人 这就是民主的缺陷 第六低效率 我们都知道民主的效率非常低 因为大家都像拔火一样 反对党和执政能拔火 你拉过来 我拉过去 你拉过来 我拉过去 没有效率 老是一个小小的政策 在国会讨论来讨论去 一个项目 可能讨论了十几年 一直实施不了 而在所谓的独裁国家 一声令下马上实行 呃 我举个一个例子 就是本来我们那条街道 可能两三米长的一条街道 要维修 本来在中国 可能一天一个晚上就能够做完的 但是在德国 可能需要一个月 这就是效率啊 低效率 第七个是低智商 我为什么说民主是低智商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选民是不理智的 不理智的民主 就不会造成低智商 因为选民想到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他不能从长远的考虑 整个国家的利益 而政治家呢 为了迎合选民的利益 所以他会开出很多支票 开出很多支票呢 会导致了整个国家会负债越来越多 又没法自己改革 所以民主国家很多 就是一个是国债越来越多 另外一个是一次 从一次危机走向另一次危机 比如说像阿根廷 每隔几年崩溃一次 地质上呢 还导致了很多的腐败 很多都说 哎呀 民主是清廉的 因为他有建筑 有法治等等等等 可是为什么还有腐败呢 那就是说明这民主的缺陷嘛 第八点 民主是少数人绑架多数人 我们都知道 民主的制度呢 一般来说 有几个政党来参选 最后有一个政党选上 这个政党可能得到选票 只有20%到30% 这个政党执政 其实它基础只有20%到30%对吧 但是它实行的政策 是全国百分之百的人来执行 也就呢 是20% 30%呢 绑架了其他70%的人 这难道是真正的民主吗 我现在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这个广场非常特别 叫独立广场 就是2014年发生颜色革命的地方 我今天亲自来到这里 跟大家也讲一个非常特殊的话题 就是民主和独裁 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前一半部分 我在莫多尔的首都已经讲过了 就是民主制度八个设计的缺陷 今天我来说一说 关于我们中国的制度 我认为中国并不是西方所宣传 那种所谓的独裁制度 而是一种精英统治的政治 跟新加坡非常像 这个政治制度非常有效率 能够全国上下一心 同心同德 集中经历办大事 在目前的中国经济的水平上面 我认为是比较适合中国的 而并不是所谓像现在西方民主选举的制度 可是我也要指出 中国目前的制度也有它的风险 因为目前的领导人 他是掌握所有的大权 军权在手上 如果他想的话 可能很可能他能够做到像我们国家建国前30年那样的一人独大的局面 那么使整个国家陷入某种灾难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家的领导集团应该也意识到这一点 可能他们高层会有一定的机制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这种风险肯定是存在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推进一个社会进步 非常有效的 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媒体一定要中立 一定要独立 而且一定要敢讲真话 而不被打压 媒体现在不仅是包括平面媒体 也包括网络媒体 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一点在网络媒体是做得非常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实行一种网络民主 这个民间通过网络发声 可以很快一件事情 可以很快就大面积的全国可以都知道 这个建筑作用是平面媒体是很难取代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网络媒体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就是觉得网络民主它的可贵之处 能够让所有的人知道真相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作为执政党 不要害怕它的人民批评它 因为只有批评了它 能够让它看到自己的缺点 才能够在自己改进缺点 然后一直往前进步 我觉得这是一个英明的执政党所应该做到的 能够接受它民众的批评 这就是我说的 我们目前中国这个制度有些好的地方 但是有些不足的地方 我相信我们的政府 能够虚心听取我们民众的意见 让我们整个国家更加往前一步 好了 今天我在乌克兰 在基辅这个特别广场 向大家问好 也一起祝福我们的祖国 更加强大 拜拜